把你看见 我没事 我就是有点晕 休息会儿就好了 你也没事了 那我走了 嘟嘟 你等一下 我这次来找你姐 真的没有恶意 请你相信我 那你什么目的 我是为了林志军 她真的很爱你姐 也很担心她 我能见你姐姐吗 我姐说林志军已经死了 她在意我姐也没用了 而且我把你跟我说的话 都跟我姐说了 她说你那是胡说八道 也不让我理你 今天要不是看你可怜 我才不理你呢 对不起啊 多多 你说 你姐已经把林志军给忘了 那她是有新的男朋友了吗 你问这干什么 我就是随便问问 我不会跟你说我姐的事的 你也别再找我姐了 我走了 你干什么 我没 investigación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办 你有什么 我还想到你 他在这里 你都还想到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啊 您好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可以进去说话吗 请见吧 你想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 我说完就走 你想说什么 虽然我不知道你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请你不要再来打搅卢安娜了 赵平凡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卢安娜吗 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哥哥生病了 他正在接受治疗 他得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血液疾病 目前世界上都很难治疗 是林志军让你来的 是 徐小姐 我想你是不是搞错了 陆安娜学的是美术 不是医生 所以他治不了林志军的病 赵平凡 我哥哥为什么假借沉船失踪 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得了重病 他不能跟安娜结婚 他怕连累安娜 他本来已经打算放弃治疗了 可陆安娜突然去槟城找他 才重新燃起了他对爱情的渴望 他现在正在接受治疗 但他每天 都梦见陆安娜跟别人在一起了 我为了鼓励他继续接受治疗 才同意跑来中国 看看陆安娜有没有跟别人在一起 你不相信 好曲折的故事啊 你说电视剧 是不是就这么编出来的呀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我哥哥真的生病了 我不可能拿他的事开玩笑 他林志军都能拿死开玩笑 拿生病开玩笑算什么 赵平凡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的 好 就算是真的 那又怎么样 我哥哥真的非常爱陆安娜 陆安娜现在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那就请你转告林志军 让他死了这条心 像他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配说爱这个字 赵平凡 你是不是爱上陆安娜了 跟你有关系吗 我请你们兄妹俩 不要再来打架陆安娜了 不要再来折磨他了 看来我哥哥的担心 并不是没有道理啊 安娜爱谁那是他的自由 我希望你心里清楚 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在陆安娜心里 林志军已经死了 怎么没有关系 我哥是为了陆安娜才冒险接受治疗的 如果他知道陆安娜已经不爱他了 我敢肯定 他一定会放弃治疗的 好啊 那就让他去死 这个冷血洞 就是之下 应该去死 你来 有钱吗 你这个是 我自己的 你去找回家 我去找回家 你又去找回家 对我 你辅管 用这家人是 你怎么去找回家 我去找回家 我去找回家 罗安娜现在没有男朋友 哥 你放心吧 那 我 我能怎么麻烦你 去找安娜一趟 让她跟我通个电话吗 我想听她的声音 哥 你怎么得分进尺啊 你开始怀疑她有男朋友 我去问清楚了她没有 你现在又要跟她通话 你忘了当初是你以前伤害她的吗 我跟你说 罗安娜不可能痛快原谅你的 你的事我不管了 等你病好了 你自己去面对她吧 我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吗 不管怎么样 你能不能再 我 喂 是啊 越来越复杂了 越来越复杂了 是啊 越来越复杂了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还没想好 我们尽管其便再说吧 她怎么样 谁 安娜 挺好的呀 就是没吃晚饭 又不吃 是啊 给她点了一堆东西 但是她说没胃口不想吃 不会又带着耳机躺了大半夜吧 不会又戴着耳机躺了大半夜吧 那我怎么知道 现在还没到半夜呢 你说我要不要主动找她聊一聊啊 别 别逼她太急 干吗呢 那你怎么出来了 我打电话呢 我怕吵着你 就出来了 你给谁打电话呢 跟赵平凡 来来来 我跟她说两句 喂 平凡 安娜 我想跟你说 你不用再担心我了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好 我知道 我只是 平凡 好了 某个人她已经死了 她妹妹就算现在出来 我也绝对不可能原谅她 所以你跟葛雅 就不要再为我操心了 知道吗 那就好 不玩了 早点回来休息 行 你早点睡吧 葛雅 葛雅 吓死我了 我提醒你啊 你别总是一惊一乍的 吓着她呢 我怎么吓着她了 她吓着我才对呢 你记住了 当着安娜的面 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关于林志军和她妹妹的事 她不说你也别说 她要是说 你就顺着她说 明白吗 明白了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呀 记住了 别什么事都挂脸上 行 知道了 跟你学习 做个面摊 对吧 好了 不跟你说了 拜拜 安娜 你又不去上班了 我不去了 那我先走了 嗯 拜拜 我先走了 你好 你是不是林志军的妹妹啊 陆安娜没来上班吗 她今天不太舒服 没来 那她在家吗 对啊 徐小姐 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我叫格雅 是安娜最好的朋友 就那天 你来我们家找我们 咱们也算见过啊 你还记得吗 她的事我最了解 我跟你哥也很熟 不信你可以问她我的情况 所以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或许我可以帮你 刚好我也有一些 林志军的情况 想要了解一下 你想了解林志军什么事啊 关于林志军的一切事情 比如她的父母 她在哪儿上过学 当然了最重要的呢 还是她的爱情 你了解这些事想做什么 是这样的 我们杂志社呢 现在觉得林志军跟陆安娜的 爱情故事 充满了传奇色彩 就以她们的事件原理 写了一篇小说连载 出来以后 毒水反应非常强烈 所以我就想通过你 对林志军做进一步 深入的了解 陆安娜同意这样做吗 只是借由她们的事件 又不是真名实性 可你刚才说是计时报道 口误嘛 对了 你跟你哥 为什么不是一个信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 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先帮我录一段 陆安娜说话的录音 录音 你要录音干什么呀 那你别管 只要是陆安娜的声音就行 她说什么都可以 内容不限 对 只要你给我录音 我就满足你的要求 我回来啦 今儿那么早啊 对啊 杂志社让我下午初一采访 被采访的人呢 临时要出差 所以啊 我就没事了 好 陆安娜小姐 请问 你的专场是什么 专场 画画啊 你问是有干吗 问卷调查 什么问卷调查 工作满意度问卷调查 配合一下我了 我问你的 好吧 你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吗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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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而言 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主要来自哪方面 没有 没有 是你通常都是通过什么手段 排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 睡觉呗 我说安娜小同学 咱俩还能愉快地玩耍吗 不能 你会不会太敷衍我了 我怎么敷衍你了吗 你说你有事没事弄个什么 调查 刚才路边有人发的 说我要是 调查了十个人 就可以去百货公司 领取一套完整的化妆品 拜托了啊 帮忙忙忙好吗 行行行 你最想去哪个国家旅游 为什么 此项回答 必须买二百字啊 我 我最想去的地方 等等 你去小学做玩儿了你 我不让你写 我写 你说 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印度 因为我想去看那儿的太极灵 不仅仅呢 因为太极灵是那儿的文化遗产 也因为它是印度的明珠 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印度 因为我想去看那儿的太极灵 我仅仅呢 因为太极灵是那儿的文化遗产 也因为她是印度的明珠 最重要的 还是因为太极灵的爱情故事 尽管有人说 杀贾汉不过是个 好大喜功的暴君 究竟太极灵 根本不是为了 纪念她的爱的 但我还是愿意相信 这世上真的是有那种 情深意重的男子 有穿越时空的撕裂 有生死相随的爱情 所以我最想去的地方 是印度的太极灵 什么事这么高兴 这期的稿子完成了 马上就完成了 我已经成功地采访到了 徐秋妍 而且我已经搞清楚了 她跟她哥 为什么不是一个线 说什么了 我可以告诉你 就这些呀 对呀 为了生病 不想联络别人 这也太老套了吧 可是她就是这么说的呀 不对 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你一定要再去找她 想方设法 让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但是我最近手上事特别多 而且这一期的稿子 我也还没写呢 瞧开林志军妹妹的嘴 比你写十期稿子都有价值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放下手里所有的活儿 马上去找她 好吧 那我再去试试吧 徐老师好 多多 你来啦 多多 有人等你半天了 谁啊 这位小姐点名 邀你做好的老师 仅等了你一下子 多多老师 请多关照 你怎么又来了 不好意思啊 没跟你打招呼 我就直接跑回来了 你来找我干吗 林志军说 你陶医做得特别好 所以我想请你帮我 做一个陶罐 我带回马来做个纪念 你要回去了 对啊 我怎么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啊 行 把你打发走了就好 你选什么样子的 有灰桃 红桃 白桃和黑桃 都可以 总得选一个吧 你什么时候走啊 你什么时候走啊 应该很快了吧 多多 你喜欢林志军吗 我姐不喜欢林志军 所以我也不喜欢林志军 多多 多多 你也太厉害了吧 多多 你能别跟我生气了吗 多多 谢谢你啊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这个陶罐的 不客气 你回去以后 就不要再回来了 我们家人都不喜欢你 嗯 我知道 我请你吃饭吧 不用了 可是我马上就要回马来了 以后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 你送我这个 我总得表示一下感谢吧 真的不用 那我请你吃冰激凌吧 行啊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随便 多多 林志军有个同学叫赵平凡 你认识他吗 认识啊 他是我姐朋友 在我大一公司上班呢 他经常去你家吗 也不是经常了 你问他干嘛 啊 林志军说他们是大学同学 他还说 嗯 她是通过赵平凡才认识你姐的 赵平凡啊 他弄死我仓鼠 那会儿我觉得他挺坏的 但是后来发现他治癌还挺不错的 我挺喜欢他的 我大一也挺喜欢他的 那你姐呢 你姐也喜欢他吗 多多 多多 好 徐秋妍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呢 对不起 我就没什么好说 哎哎哎 你等一下 你再告诉一些林志军的事情 我可以再帮你录安娜的声音啊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安娜的声音了 万一哪一天 林志军又想听安娜的声音了呢 你不是不写作业吗 写着玩呗 哎 我问你啊 今天跟你说话的那个女的是谁呀 什么女的 就是在你们桃医教室旁边 我一叫你 你就跑了 你瞧我了吗 没听见啊 哦 那问路的 你胡说 有跟问路的在一起吃冰激凌的吗 那我跟你说了你又不信 不跟你说了 你又不信 不跟你说了 那个女的我看着眼熟 那个女的我看着眼熟 不可能是你同学吧 比你大呀 哎呀妈 你别瞎琢磨了 那就是我们桃医管医老师 行了行了行了 完了 对啊 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 你还有没有更新鲜的 我不是编剧 编不出你想听的那些故事 现在换我问你了 陆安娜跟赵平凡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问这个干嘛 我想知道 朋友关系啊 但我觉得赵平凡 好像很在意陆安娜 她是不是陆安娜的爱人啊 这当然不可能呢 你想什么呢 赵平凡是我的人 该我问你了 林志军得的是什么病啊 林志军得的是什么病啊 安娜 你这几天是不是没去上班啊 嗯 为什么啊 我就不想看见你摩头那张脸 你说他 你怕他 怕他 你觉得我会怕他吗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回去上班 让自己忠实一点 老师一个人待着 会胡思乱想 再说了 你要是不去上班 没准你那帮同事 我是真以为你爸那个女魔兔 明天我来接你吧 好吧 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陆安娜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她到底心里还有没有我哥 只有这个吗 就是这样 不然我干嘛再一次跑来 遭受你们的白眼啊 真是让我脑洞大开啊 格雅小姐 现在能救我哥的 就只有陆安娜了 我不知道陆安娜 跟赵平凡是什么关系 但我跟我哥说 陆安娜现在没有男朋友 如果我跟她说 陆安娜现在心里 已经没有她了 她一定会崩溃的 我跟你说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 别的我不敢保证 但是 赵平凡跟陆安娜 肯定不可能是恋人关系 因为安娜知道 我喜欢赵平凡啊 怎么可能呢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对了 我哥昨天听到陆安娜的声音以后 特别的高兴 真的谢谢你了 要不这样吧 咱们给他们俩来个现场直播 什么现场直播 就是跟林志军说好 然后把电话接通 让她在电话里 可以直接听到安娜的声音 这样好吗 应该好吧 这么晚才回来啊 这么晚才回来啊 对啊 才往然很累的 吃饭了 我吃了 你怎么又吃泡面啊 喂 喂 林志军吧 对 我是格雅 一会儿呢你就听着就行 你别出声 好吗 对了 你那天跟我讲的那个 就是印度的那个爱情故事 那俩人你说如果 他们没有死的话 会在一起吗 可能会 但也可能不会 我觉得会 这种事情假设不来的 我好累啊 我先睡了 不行 先别睡啊 再聊会儿啊 我不行 我真的要睡了 再聊会儿嘛 聊五毛钱呢好不好 好了 好了 我再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 这是 如果哪一天你发现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你会原谅我吗 那得看什么事了 那你最不能原谅的是什么事 欺骗 你问这个干嘛呀 你什么呀 你随便问问 我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 不了解啊 我只是在假设嘛 你还要打电话 要给他你手机怎么亮着 你只要给谁打电话 没有啊 你看你电话还通着呢 可能是不小心拨出去了 你怎么还给马来西亚打电话 怎么会啊 这不就是马来西亚的区号吗 喂 你谁呀你 你说话呀 我问你谁呢 你说话呀 我问你谁呢 你说话呀 我说话呀 安娜 林志军 安娜 安娜 林志军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我们俩之间已经结束了 你怎么联系上她的 她 她妹妹说 林志军想听你的声音 你瞒着我去找瞿丘颖 你瞒着我去找瞿丘颖 你 你有毛病啊你 不是 安娜 你听我解释 够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跟我解释 我现在最不想听的就是解释了 我只相信我眼睛看见的 别的我什么都不想听 哥呀 我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你跟他居然一起来骗我 我没有骗你啊 我是想帮你啊 帮我 你们这样理应外合算什么帮我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是吗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林志军没死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如果不是我碰到徐秋颜 他告诉我 你是不是打算买我一辈子 林志军的死活我才不要管呢 我现在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没有骗你啊 林志军他病了 他妹妹请我帮忙 林志军就想听一听你的声音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是他妹这么跟你说的是吧 是啊 这种鬼话你也信啊 我信啊 不然他来中国干吗 给你一个棒球你就当真了 你以为我脑子跟你一样啊 你不能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谨慎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呢 你心里明明就有林志军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他呢 哥呀 我再告诉你一遍 林志军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我还不肯原谅他 以后我的事情你再也不要管了 喂 哥 你听到安娜讲话了吧 我还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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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哥 金律师 你赶快到病房 看看林志军 我在跟他通话的时候 他好像晕倒了 准备出战 两百一次 和其他人走开 两百两次 其他人走开 病人恢复了斗性心理 处战成功 血压多少 六十比四十毫米拱住 还在下降 右选糖肝五百毫升 加压快速低注 进退多巴胺四毫克 右选糖肝五百毫升 加压快速低注 进退多巴胺四毫克 请说昨天晚上很危险 你是在地上发现的他 你是在地上发现的他 嗯 是的 是的 怎么会这样 潘教授说什么并发症都可能发生 他说他也没办法 世界轻软 不大 负业 这个是你的 好 谢谢 然后这个帮我给安娜吧 还是你给他吧 你瞒着我去找徐秋言 你瞒着你了 你有毛病啊你 绝安娜 你听我解释 够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跟我解释 我现在最不想听的就是解释了 是相信我眼睛看见的 别的我什么都不想听 哥呀 我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你跟他居然一起来骗我 我没有骗你 我是想帮你啊 帮我 你们这样理应外合算什么帮我 他跟你什么好处了是吗 你这两天是怎么了 跟丢了魂似的 没有啊 什么没有 你自己写完的稿子你自己不看吗 前言不搭后语的 我跟你说的话白说了 哪儿不合适 不是 我再改 什么改 全部给我重写 我们的风格不能变 得按照原来的套路写 你知道吗 全部重写来得及吗 什么来不及 来不及 你就给我二十四小时加班 谁让你呼写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一言难尽啊 他知道小说是你写的了 没有啊 小说又不是我写的 少给我下套 他到底怎么了 林志军 林志军 林志军的妹妹徐秋言来找我 她说林志军特别想念安娜 想听听安娜的声音 我就答应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拨通了林志军的电话 看着免提 假装跟安娜聊天 好让林志军可以在电话里面 听到安娜的声音 结果安娜她发现了 生气了 好 哥雅 我是怎么叮嘱你的 我知道 在她面前 不要提林志军了 那你还提 我没提啊 开了免提 这么傻的事 估计只有你哥雅能干得出来 我知道我干了一件特别特别傻的事 你别说我了 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想什么办法 你为什么要帮许秋言啊 因为我想毕竟 曾经我们跟林志军也是朋友啊 什么朋友 我跟你说 自从她让她死了以后 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可是 可是什么啊 哥雅 你要是再这样 谁都帮不了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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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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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之前你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 你听到阿娜跟格亚的通话了是不是 多多和格亚都跟我说了 阿娜她没有爱上别人 她现在 是 潘教授 志勋突然昏迷了 之前已经过去几天了 都不见过 这是怎么回事 会长 这样的治疗方法 还没有通过临床是你们非要进行的 而且少爷呢 又增加了药量 什么结果 都不是意外 对不起 这样的结果我没法控制 我们还是停止治疗吧 再努力坚持几天吧 我尽力吧 其中的风险 你们也都了解 拜托了 你怎么来了 手里拿的什么呀 过节了公司发的 我今天还买了虾 今天晚上给你们做蒜蓉开备虾 走 葛雅还没回来呢 没事 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 你们俩是不是弄别扭了 你去问她吧 你看看你俩说的话都一样 这么多年好姐妹 因为一点小事不开心不至于她 她这次真的是要把我气死了 好 怎么了到底 你说她是不是很过分 格雅是怎么找到许小言的 我怎么知道 她天天归归碎碎的 谁知道在背后 是不是还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 你把你该拿的提成 全部拿到手 那我们公司上的 你为了利益为了钱 连良心都出卖 我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岂止良心 她拿我错了 你别生气好吗 你不去导演员姐 真可惜了 这个作者水平真不怎么样 一看就是内心阴暗 没有被人爱过的失败者 就算你现在不写了 莫安娜会原谅你吗